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汽车笔记 那么今天呢 给大家带来一款 刚刚在国内上市的BMW X5 作为X系列的开创者 那么全新一代的X5 采用了宝马最新的CL AR平台 不光减轻了重量 更提高了安全性 以及驾控的灵敏性 那么接下来呢 让我们一起体验一下吧 BMW X5 自从1999年 在底特地车站亮相以来 官方就把它定位为SAV 现在为传统的SUV 宝马更多的是 强调运动和驾驶 我们这一次驾驶的呢 是BMW X5的第一四代车型 经历了四代车型的发展演变啊 宝马一直不变的 强调的就是驾驶的乐趣 和驾驶的机型 那么X5在公路上的驾驶体验呢 一直是宝马的强项啊 这次也不例外 这次搭载的呢 是一台3.0T直列六缆发动机 匹配的呢 还是那台8速手自行动机 在道路上的操控啊 感觉非常好 精神的转向和充足的动力准备 在你在城市之间超车 或者行走的时候 有任有余 同时在山路上 我们也体验到了 更加智能的BMW XDrive 全轮驱动系统 这使得全新的BMW X5 提供了出色的牵引力 和方向稳定性 并且能够根据 不同道路环境的需求 更精准快速的 将扭矩分配给前后轮 前后轮之间呢 可以实现0至100%的扭矩分配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一看 第四代BMW X5的外观方面啊 宝马X5采用了 目前最大尺寸的 双渗型进气格栓 并且中间相连了 两侧呢 就是棱角分明的LED前灯组 值得一说的是啊 我们现在看到的 大灯组内部蓝色的标志 正是宝马 激光大灯的标签 同时啊 在车身侧面的方面啊 这款车的线条也是非常的流畅 显得整个车的立体感更加丰富 而且视觉上看上去也非常完美 全新的BMW X5 基于宝马最新的CLAR平台打造 长坤高分别为4930 2004 1776毫米 轴距呢 达到了2975毫米 相比上一代车型 增加了42毫米 而尾部设计呢 就显得简约了许多 尾灯组算是最大的变化 不再是之前的那种L的造型 不过熏黑的处理也让它运动感提升了不少 并且内部的构造更加复杂精致 配合双出的排气布局显得很有运动氛围 那么在最后呢 还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宝马X5的内饰设计 也是非常具有看点啊 首先 宝马X5是采用宝马最新的家族制设计的第一款车型 那么两块12.3英寸的大屏幕非常的强眼啊 采用的水晶挡棒 材质感 这种质感和豪华感 非常的棒 全新X5是首款搭载第七代BMW iDrive 人机交互系统的BMW车型 结合全新设计的BMW智能显示系统这些领先科技 营造出极强的科技感 并且进一步革新了车内的数字化操作 那么我还想再说一点啊 在现在这个大屏幕触控的时代 宝马作为以驾驶人为中心的品牌 它依然保留了这些实体按键 在驾驶过程中的操作也是十分便捷的 BMW X5作为宝马X家族的开创者 同时也作为BMW SAV这一细分市场的开创者呢 如今已经进化到了第四代 它在科技配置 动力以及舒适方面都得到了全面的升级 那么我旁边的第四代BMW X5车型呢 它就是BMW集团最高技术 以及最新科技的一个语解者 感谢大家收看这一期的汽车比例 我们下期再见